两重逻辑 这个跟多重逻辑 OK 所以你动手做会了就会了 不会就不会嘛 对不对 不会反正再把影片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VBA部分 我把位置调一下 我们就一二三 三的话是VBA部分 那VBA我讲过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按按钮 它会自动帮我跑出来 第二个是我插入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需要有出现那个使用者自定义的 我自己定的 OK 那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成绩函数之类的 它的作用就是说 可以帮我做完我要的工作 那两种 哪一种比较好 就看你工作上的需要 就像上礼拜好像有同学马上问到问题 就说老师那我如果写了 我们部门里面都会需要的 制定函数好了 那我要怎么去跟别人分享 其他人 那分享过程当中 可能我写的东西 会被人家看到我写了什么 我有没有办法去保护它 这都好问题啦 怎么做 也许等一下我再做说明好了 其实在存档的时候就可以了 也许最简单的方法 我还有两种 请他来上课 复制贴上 不过这可能性 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可能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用另存心档的方法 这边不知道跟没用过 另存心档里面 它会有一个类型 叫做争议级的东西 这个争议级的意思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 当你这台电脑 打开Exail的时候 它会顺便把这个争议级 顺便帮你打开 也就里面 如果已经有 那个制定函数的话 它也会顺便帮你 自动带出来 OK 这样我觉得会 比较简单一点点 不然你可能要叫人家 从云端去复制贴上 这个可能有点难 但是 我相信应该慢慢 这个好像慢慢变成 大家都应该要 会得一种方法了 好像现在上班族的压力 也蛮大的 如果你不会一些 自动化的一些方式 真的上班会还蛮辛苦的 说真的 我看很多人在那边 土法练钢 我真的很想说 你这样做 你太辛苦了 你一定一直要加班 你可不可以用一点 快一点的方法 真的如果你没有提高效率 你要准时下班 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会用对方法 真的一下就做完了 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来 这个争议级部分 等一下再demo给各位看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VBA这个部分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这个部分呢 先把它叫出来 应该还记得在哪里吧 其他命令 这个小箭头的其他命令 里面的制定功能区 这个有一个叫开发人员 这个打勾取消 打勾 打勾按确定 它就会跳出有一个叫开发人员的一个页面标签 那这个如果打开的话 表示说你今天就已经是开发人员了 OK 所以当然感觉你的那个 这个这个我想你的level就应该不太一样了 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的同事 他到底上班的时候这个有没有打开 你大概就知道 因为之前我有问过来上课的同学 下课刚好遇到我问他说你怎么会来上这门课呢 他就回答我说 因为他其他同事 上班的时候都有好多按钮 按下去就把它做出来 他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 就会感觉好像他应该要来学点东西了 所以于是他就来上这门课了 OK 那当然我这门课也会教你怎么做按钮 上礼拜已经讲过了 那这个礼拜的话 接着再把它稍微简单复一下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VBA吗 那我们要做什么 按下按钮 自动帮我判断什么 合格不合格 或者是A到D 可能有两种方法 那在做这个之前 你可以先做什么 清除清除会比较简单 那程式该怎么撰写 在按钮还没产生之前 一开发人员 二visual basic 那visual basic可能他比较大 我讲过了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缩小一点点 就是再拉一点 拉拉开来 然后呢 把它移到移到旁边 再来的话呢 这个可以往下拉一点点 现在是没有模组 OK 所以请各位 如果要开始撰写那个VBA之前 一定要先给他一个模组 OK 按右键就可以了 他会有一个模组 那记得插入模组之后呢 这个下方会有一个模组 module 1 那因为你们目前 不太需要有第二个第三个 你只要一个就好了 也太多个反而麻烦 到时候你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OK 再来的话呢 这边可以把它最大化好了 好 接下来的话 我需要写一个 这个也许叫做成绩好了 我要计算成绩的一个程序 接下来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那这个程序名称 我叫做那个成绩好了 不过在写成绩之前 一般会先写清除 清除会比较简单 清除上个礼拜有讲过 所以你如果要先写 我看你先把清除先写上去好了 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清除 那清除什么呢 清除VBA里面都加 这里面有东西 我要把它清除掉 那我清除的方法的话 再来姿态小 工具选项